越没出息的男人越不会尊重自己的妻子 但是越有本事的男人 他越会尊重妻子 告诉你们一条经历 看一个男人优不优秀 你就看他身边的女人就知道了 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善待 那么即便他再怎么才华出众 有再多的人喜欢 那也逃不过这三种的结局 第一事业将会变得非常的坎坷 一个不懂得尊重妻子的人品行 必然不会好的哪里去 就算他再怎么有能力 贵人也会离他而去 财运也自然会逐渐消失 记得前段时间 不就有好几个妻子通过网络 实名举报自己的丈夫吗 这不就是因为夫妻间 问题所导致的事业受损 你说这样的丈夫 哪个领导敢提拔他呢 所以对妻子不好的男人 事业将会没有前途 第二不懂得尊重妻子的人 你的孩子也不会去尊重你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孩子整天看见自己的父亲 去指责自己的母亲 动不动就甩脸色去冷暴力 长期的耳濡目染 他是看在心里 记在心里 要么怨他 要么呢 就跟你逐渐的学坏 总之 他是不可能尊重 更加不可能来孝顺你的 第三 老无所依 没人照顾 那些犯错的男人 你真的以为 妻子是离不开你吗 他只不过是在等孩子 慢慢的长大而已 如果你还不知悔改 等孩子长大了 那你的妻子就会 头也不回的离你而去 到时候 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呢 你现在对妻子的伤害有多大 那么未来 一定会遭受更大的反噬 屏幕前的妻子 如果你现在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事情 那请点赞 转发给你的男人 好好地让他看一看 让他清醒清醒 如果他的脸皮厚 还无所谓 告诉我 老师一定会来帮你